哇 一只好小的梅花鹿呀 豆豆你离它远一点 豆豆 哇 它怎么跑咱们家来了 你想想它身上有可能有虫子 我们离它远点 它的妈妈呢 我觉得它走它妈妈了 哎呀 它怎么办呀 你看见大路了吗 漫漫 没有 它在哪呢 它刚才在旁里了吗 没有 它在这边 啊 就在那是吗 哦 哎呦 它追我怎么办呀 它好像以为我是它妈妈呢 哎呦 哦 妈 妈 蔓蔓 你叫妈妈过来 咱们看看怎么帮帮这个小路吧 爸爸不知道怎么办了 她还老是追我 你看 妈 妈 这我听不懂了 她也叫救我啊 来 咱们来这边 她可能找妈妈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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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刚生下了没多久我觉得 妈 你看看她 妈 妈 我觉得她不听妈妈的 把她跑了 对 妈妈你可以叫一下妈妈 看看妈妈能不能过来帮帮她吗 妈 你跟她说有一只小鹿在这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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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我帮帮你好不好 妈 过来吧 过来吧 妈 我帮帮你好不好 妈 哦 这怎么办呢 妈 嗯 走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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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好乖呀 这小鹿 走 咱们看看给你点吃的好不好呀 咱们去喝点水 去那边喝点水 走吧 那边喝点水去啊 哦 喝点水吧 你 不是啊 这只鹿一直追我们 是一只特别特别小的baby小鹿 妈 对 她在找妈妈 你看看 她会拱我们 这感觉是 某只鹿跳到咱们家菜园子里 新生的小鹿 我感觉 对 因为它自己是跳不进来的呀 对呀 那生鹿一开始生一只吗 我也不知道 但是看起来像是呀 过来吧 喝点水 你给它弄点水喝看看呢 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喝水 刚才是豆豆发现的 她说有什么东西在吃咱们的菜 然后就把妈妈叫过来了 结果是一只鹿 小花鹿 她是不是以为鸡窝是她的家那样 妈妈 妈妈你们发现她就在这儿是不是 对 她可别去吃我的西红柿的那些菜 来 喝点水吧 我要喝水吧 应该可以吧 哎哟哟哟 她只想拱你 她不想喝水 她都不知道水是干什么的可能 看 看 尝一尝 不想要 那我就是她不想要 哦 小河你看 喝去了 喝吧 它是有点渴 这儿 好几点傻的傻鹿啊 这个确实有点傻鹿 好几个傻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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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吃草鹿呢 不是 它不吃到在哪 它以为低头就能吃到水 对 这感觉就是像刚出生没多久 我不是啊 你不是妈妈是不是 对啊 他身上有没有寄生虫啊 刚生下来的应该可能没事 因为她还没机会去野外 那一会儿你们也得好好洗手什么的 妈妈都戴手套 所以也没事 看着好可爱 而且太瘦了 但是怎么办呢 她 那鹿群肯定找不到她了 有没有什么保护的那个电话 可以帮帮她呢 有点 有点不太好吧 妈妈这样 对啊 我觉得她一直这么晚 你 你离开一点 你们往那边走着 看看她能不能跟咱们 去草坪那边 这太挤了 走吧小鹿 咱们去喝点水 看看吃点东西好不好 走 走吧 妈 可是她妈妈不在大旁 走 过来吧 来 来 过来 来 走吧去那边好吗 来吧 哎 她来了 小鹿走 走 来了 来了 你看豆豆可以把它 豆豆可以把它弄过来 走 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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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鹿在吃杂草 嗯 吃杂草没事 慢慢你过来 哎 她在追你慢点啊 慢一点她可能就跟着你过来了 看看她 坐到咱们的葡萄架下边了 是吧 能找到她吗 那 看见了 她把这当成家了 但是这个地方她也没有吃的 没有喝的 没有妈妈 怎么办呢 感觉她很难生存下来呀 你看 我想看看 好可爱的小鹿是吧 对啊 但是她不开心呀 她是 她没有妈妈了 她肯定是不开心的呀 但她怎么 怎么进来 她妈妈怎么会把它 生在了咱们家菜园里了呢 她可能是累了 在那歇一会儿 刚才走累了 咱们菜园真是太神奇了 什么都有 那鹿喜欢吃什么呀 就是小鹿 那咱们只能查一查 鹿喜欢吃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喜欢吃什么 我知道了 她喜欢吃葡萄 她 她可不喜欢吃这个生的酸葡萄啊 那么小 我看一看 那边有没有大鹿 有可能在附近呢 我们到黎波旁边找一找吧 但我感觉鹿群已经走了 肯定是 我养了 你过来吧 你下来 慢慢 她可能把你当成妈妈了慢慢 她把你们当成她的妈妈了 她把你们当成她的妈妈了 她想看看你们有没有奶喝 我觉得是 嗯 她想找你们看看有没有奶喝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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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她我可以 你把她给她拿到 妈妈 妈妈 你可以把它带到咱们前面去好不好 在哪个前面去 就是咱们家浅院小鸭附近好不好 来 从这儿走吧 妹妹 你从这边走 她可能会跟着 来 走吧 嗯 我觉得她在这里走 嗯 她以为到了 你看这不管是谁 她只要跟着咱们走就行 我们多走吧 她会跑了 你看 她会跑了的 这么一小会她就她就会跑了 你看 妈 哇 好棒啊她们 妈 妈 她说我看见咱们都在这边 她会来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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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想 她又往那边跑了 喵 喵 不去那边啊 她老是想往那些草丛里边钻 什么都没有 她就想找一个能躲的地方躲起来好像 她要出来了 哎呦 她出不来了 哎呦 她出不来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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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什么东西 要帮她出来 她不是卡住了 她觉得就是没劲了 我觉得 她要出来了 哦 出来了 看 来吧 走 哦 呀 还挺可爱的 啊 跑了 他跟着我们 嗯 看现在走不走呀 来 我试试看看她跟不跟着爸爸走 走吧 咱们去那边喝点水好不好 小鹿 嗯 那股还挺小的呀 对 爸看她身上是不是很干净啊 如果很干净咱们就可以把它抱过去看看 如果不是很干净 我们才得注意一点 她应该很干净 她应该很干净 她应该是很干净的 她很干净 刚出生下来 怎么不是呢 蔓蔓 小心你摸过路了 不要摸身上啊 去洗手吧 你和豆豆都去那个用洗手液洗洗手去好不好 知道 来 她跟着我 哦 好 在那边 走 走吧 哦 哦 不去那边 不去那边 跟着豆豆好不好 跟着豆豆和妈妈行吗 嗯 行 她没有什么劲 她走一会儿就没劲了 你看 哎呀 那她怎么办呢 妈 那哪儿可以呢 妈 妈 哎呦 哦 你看她 她不让 我怕她受伤 再让她跟你们走一会儿 不要去菜园那边 菜园那边 咱们从那边走好不好 对 好 嗯 不走 不去大棚里 哎 从这 对从这走 哦 她又待在这儿了 豆豆妈妈 你们看看小鸭子去好不好 别让乌鸦把它给叼走 妈妈你别拿手摸它好不好 它刚生下来 肯定我们也不能随便摸它的 它摸我们 或者是我们摸它 都不是特别好 妈妈 他跟着我呢 走啊 妈妈你要挡住 不要让它往那边走啊 不要让它往那边走 一会儿 要挡住它 妈妈 妈妈 你们是不是也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看过一只小鹿呀 爸爸说你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看过一只小鹿呀 爸爸说你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看过一只小鹿呀 你看看歪楼在那儿盯着咱们 走吧小鹿 摸一下它在那儿挠痒痒的 哎呀 舔它不是心里想要 嗯 别摸它 别摸它 对因为那边有树林 所以它每次都往那边跑 妈 他要跟着爸爸 他应该不是跟着爸爸 他想去哪儿 他就想找一个能躲的地方我觉得 都下去好吗 不想要去找 吃吃爸爸 嗯 当然了 你看它饿的 但是它在找食物上 它的肚子都别了 它在找食物 但是它宰在食物上 它宰在它的食物上呢 它可能是想找它的妈妈喝点奶 但是它找不到 刚才咱们坐了一圈 也没有看到有大陆的踪迹 它又往咱们的韭菜地跑了 它就是到处在找 你看看 它去那儿也没有用啊 那进到菜园里边也没办法呀 走 去那边出去吧 咱们不在这个菜园里边啊 走 走 走吧 去那边 哎呀 真是拿它没有办法了 怎么办呢 它应该不会想吃稻草的 它就是想找个地方出去 它出不去 也不能让它摔下去啊 对啊 怎么不能让它摔着啊 慢慢你能拿着一个咱们装菜的大筐吗 把它装在大筐里抬过去 可能就行了 走吧 咱们去那边好不好 有路 走吧 往那边走走吧好不好 没劲儿了 那咱们去那边待一会儿好不好 待会儿我查查 怎么能跟你找到妈妈好不好呀 还舔嘴呢 嗯 你们俩找着东西了 哦 那个好像有点小我觉得 但是咱们试试吧 应该是可以的 它这也挺高 我本来是拿一个更大的 但我觉得那个 不够高吗 不够高 对 我看看它进不进去啊 它可能 会比较紧张 我轻轻的 哎呀呀呀呀 来来 哦 它不进 它不进 你看 它不想进 哦 哎 行了 好了 好 它想跳出去 哦哦 对 我说那个太多了 因为那个太低了 对 对 它想跳我爸爸 对 它不是很重 这边上可以围住是吧 对 像一个庇护所吗 像一个庇护所 太好了 嗯 咱们先暂时让它在这待一会儿 咱们去查查怎么去 怎么去帮它好不好 可以啊 嗯 它可能是有点太累了 它肯定是要休息一会儿啊 咱们待会儿还是给它放一点水吧 它没有鹿妈妈的奶可能也不行呀 你只有找到鹿妈妈呀 它可不喝普通牛奶呀 怎么把它给弄过来呀 它趴在那儿感觉休息了 出来吧 你妈妈会找不到你的 出来吧 走 过来 过来吧 我是不是得去那边呀 来 走吧 走 走 走 但是万一它妈妈要不过来找怎么办 有梨巴它跳进来找它是吗 应该是 应该会找啊 它应该知道它的孩子在哪儿了 对 不然它会叫 它能听到它的声音 哦 行 那走吧 那咱们还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 走 走 它不愿意动 它可能刚才一直以为我们是妈妈来了呢 走 走 好 出来了 出来了 走 你叔叔拿一个小棍是吧 对 咱们赶一下试试 走 它不跑 它 它老是以为我们是它妈妈可能 好 出来了 哇 还可以你看 可以可以 走 走吧 走 嗯 走了 走 刚才我们是上网上查了一下 像这种baby小鹿生在菜园后院的情况 还是挺常见的 它的妈妈把它生在这儿 然后就出去找食物去了 可能大概 10个小时 12个小时 有可能才会回来 但是还是会在原地把它找回来的 所以我们决定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去 让它就在那等它的妈妈 我们也查了一下 我们也查了一下 虽然它接触了人 有人的气味了 但 噢噢 它要吃我们给鸡的东西 虽然它接触人可能有一点人的味道 但是网上说的是 它的妈妈可能虽然是不会保持一定的警惕 但还是会把它的baby 它的鹿宝宝给带走的 所以应该是问题不大 我们就让它回到刚才发现它的地方就行了 走了 走 但是你要记住啊 你长大了 可别吃掉我们好多的菜啊 这鹿感觉就是死命死命的 你让它往哪走它根本就不动 好走 去那边 走 哎 你别去鸡窝呀 你想跟鸡鸭一起啊 你看看它 鸭子会咬你的 嗯 从那边走好不好 从那边过去吧 哎呦 别从这儿了 从这儿吧 哎呦 从这儿走吧 还不如给它抱过去呢 抱过去 我差这两下了 对 哎呀 反正之前也摸过它了 抱不 哎呀哎呀 但你知道它撂蛟子就不好抱 小狗是 对 这种小动物真是太可爱了 是啊 特别可爱 而且完全不怕人 它就以为咱们是它的家人呢 好家伍过来的时候 正跟那个卖卖豆子那儿舔呢 他们俩今天得好好洗 对吧 他们的衣服洗洗 它就是舔它的那个衣服嘛 嗯 其实也不是铁 它是拱 就让它在这儿 就一股香香的那个草莓味儿 咱们这儿有好多草莓 都浪费了 它去那边了 我们现在把它带回到了发现它的地方 就是大棚的附近 我决定就让它自己在这儿溜达了 就不管它了 它应该等一阵看看是不是鹿妈妈就能把它给找到 但很有可能找到之后也不会带它走 因为它这么小是跳不出去我们家的篱巴的 很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它就生活在这儿了 我其实还是挺担心晚上会有狐狸或者是其他的野生动物 有可能会过来 这种小路还是有点危险的 不过想想在野外它也是会面临这些危险的 在我们的菜园里应该还是安全系数更高一些的 好了 那你就在这儿休息等妈妈吧 再看看你 我要走了啊 你自己在这儿待着吧 看看还在舔呢 舔身上的毛呢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这小路还在这儿趴着呢 希望它能安全的等着妈妈来吧